我们来看第32章是交流电路 AC circuit AC是Alternative Current Circuit就是电路 反正我们在前面大概有学到什么 学到那个所谓的RLC电路 但是怎么样 重点是前面学的时候 它是并没有外加的一个电源 这次交流电路它就是一定要有个外加一个电源 一个交流电 那这外加电源以后就会变成 我们从前在上学期的时候 有学到一个叫做Forced Acceleration 你看那个维缘方式长得一模一样 那时候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去 大概解一下说 这个Force有这个 所谓的周期性的来回震荡的外力 那会使得你这个弹簧 然后下面一个木块 然后再来它可能有些阻泥 那这木块就会这样 就会被迫用这个同样的频率 那时候用角速度Omega 然后再做震荡 那你在解维缘方式的时候 解维缘方式的时候 你就花很多时间 写了好几个投影片 然后最后才解出来 而且你还可能会有符号搞错之类的 好那一样是相同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学到一个叫做Facer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很简单的画图方法 然后很快就判断出来说 它的这个振幅是多少 然后它因为基本上 它的这个电源给的一个 就是讯号 跟你真正的电流的讯号 或者是电压讯号 它会有一个相位差 所以你会有一个要算一个相位差 所以一个是正幅是多少 一个相位差是多少 那这边要介绍就是说 你在一般是电机器常常使用到 这叫Facer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 愉快地解决这个 所谓的False的Sellation 这样复杂的维缘方程 那实际上你也只能够 就当它是这种周期性的这个外力 然后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也只能够解决这种周期性外力 所造成的这个False的Sellation 你如果是一个突破 或者是一个特别波 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 一步一步看说 你要有这个交流 交流这个电源 然后接下来你要放到什么 放到RLC电路上 然后你接下来怎么样用一个Facer的方法 很轻松快乐 就可以找到维缘方程式的解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要有一个电源 电源怎么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你总是一接电以后 常得到的都是交流电源 当然有直流电 比如说你电池直流电 那另外我们会有这个交流转 转直流的一些晶片 那你出来那个晶片告 给你也是一个直流电源 所以大部分是一个交流电源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基本上你的什么 你的Power Generator Power Generator就是你发电机的 那你基本上是用什么 使用这个磁通量的变化 那就我们在制造磁通量变化的时候 我们都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这样的一个 其中一种方法 它就是让它的夹角改变 所以基本上你的线圈会有一个转轴 譬如说现在这边有一个线圈 然后它有一个转轴 转轴 那接下来你就绕着这个转轴再转 转轴再转 那接下来你就会怎样 会有磁场跟这个面积 它的什么 它的夹角变化 那这时候它的磁通量就会变化 所以最后你发现到说 你的交流电源 为什么会有一个扇函数或扇函数 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因为你的什么 你的磁场 跟这个面积之间有一个夹角 所以磁通量的计算方式 我们再看一次 就是磁场内积 这个面积的向量 面积向量不要忘记的就是一个面 还有一个发向量 所以这个发向量就是它的面积向量 那大小就是那个面积 然后发向量是它的方向 所以做内积 所以最后得到磁场 层上面积层上 层上它们之间的一个夹角 cos 就是内积的 好 那 这时候呢 你如果 如果这样 如果让这个角度 让它们之间角度做变化 就是说你让它 像我们画的图一样 让它沿着这个轴一直转 一直转化面积 的那个发向量就会变化 变化之后呢 你就发现到说 你会产生磁通量的一个变化 所以 这边看一下 它说 flux variation 磁通量的变化 可以讲 could be activated using a changing magnetic field 可以改变磁场大小 Changing area 你可以改变面积 你可以讲 改变角度 就我们就是用改变角度 然后去制造这个磁通量 那接下来 我们所谓的感应电动式 就是因为这磁通量的变化 那我们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去踩 踩 比如说 这是一个转轴 转轴 然后你在这边 把它做一个脚踏车的踏板 然后这边做一个脚踏车的踏板 然后就开始踩 踩的话呢 就可以讲 就可以让这个什么 这个发向量一直转 一直转 那假设你踩的是一个固定角速度 所以你的θ就等于Ωt 那你再把它带进去 这边变成cosΩt 那接下来你可以算什么 算你的感应电动式是多少 持通量就变成BAcosΩt 那感应电动式就是这样 就是负的 负的对这个持通量的这个微分 所以你就得到感应电动式 其实也是这样 也是cosΩt的函数了 好 我们去把这个交流电源把它算出来 所以刚刚已经知道说它的持通量 持通量是磁场层上面积 层上这个夹角是cd角的话 是coscd 那你如果用一个固定的角速度在跑 cd就是Ωt 所以是cosΩt 所以这个持通量 BAcosΩt 然后它随时间变化 那产生的感应电动式就是负的dt 那随时间变化 你看到这边时间变数在这里 好 所以你做一个圈入的计算 因为cosΩt跟t之间不是相同的变数 所以你要怎样 你要换一下这个变数 做圈入的计算 好 所以计算上 我们看 这b跟a是常数 你可以移到外面去 所以你只需要算这个负的ddt 然后这个cosΩt 所以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使用所谓的圈入 所以你要怎么计算 就是因为我知道cosc对c的微分 所以你要把这个t变化 变成是Ωt 所以把它这个dt变成dΩt 就乘上Ωa而已 然后接下来 实际上它问我的微分是讲 是对时间微分 所以你圈入的就是说 你最后还是要对t的微分 所以这边dΩt在怎样 再对dt微分 所以就是掉下Ωa而已 然后cos微分变成负的sin 所以cosc变负sinc 好 所以答案就是Ω 跑出一个Ω 然后bAsinc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就怎样 就会跨在你的电路上 你的RLC电路提供所谓的电源 所以后续我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 整个这个发电机 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符号 在电路里面画这样的一个符号 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电源 然后画两条线可以提供给 比如说你的电阻啊 电感啊 电容你的电路 提供给它一个电源 让你的这个电路里面的这个电讯号开始跑了 好 那实际上呢 我们真正的这个电路 它可能不是刚好这个 时间为0的时候是像是角度为0 它可能是这样 它可能在时间为0的时候 它还会有一个phi角 所以真正的比较general的一个description 就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方式 我们一般应该是要写cos或sin omega t加phi 你看到这边其实写sin 那答案cos跟sin其实都是可以吧 那就是一个交流一个循环式的一个电源而已的 好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后续常会算所谓的平均值 那交流电的平均值它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把原本的电压源 omega ba sin omega t 然后做一个平均计算 你会发现到它答案等于0 那答案等于0 是不是代表说我去摸它没有电源 当然不是啊 你去摸它 你还是会被触电 还是会有电源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计算它的平均值 才会知道说 这个电压的大小是多少 好 那我们先算一下 一般 你在做一个周期的平均就是什么 就是用这个 你要积分一个周期的话 你就要处理这个周期了 因为你在积分过程中 假设一个常数 你积分一个周期的答案就是t嘛 所以你多了这个t 你要把它处理t 所以它的平均值就是t分之1 积分0到t 然后再把你要 在这个周期里面计算的函数放进去 所以我们的电压源 我们假设它一个v0 那一样是sin 我们可以t加5 那你在积分一个周期的过程中 你发现到说 比如说 因为它是一个周期嘛 所以这cos 函数值答案会是一样 所以两个相减答案就等于0 所以这时候的平均值是0 那但是我去摸这个电压 这个还是很大很大嘛 比如说115会被电到 如果说可能小一点的交流电 它可能说不定比较不会电到 但是 后续你会学到 如果实际上 你真的会受伤其实是电流大小 所以这个是 为了大家要注意 就是电压会让你触电没错 但是实际上会受伤是流过去电流大小 好那 再来就是说 这个电压小电压大 那 不管多大的电压 它答案都等于0 是不对的嘛 我去摸明明会触电 那你要怎么样去定义它的大小 这个交流电压比较小 这交流电压比较大 从事要有一个真正的平均值算计算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计算法就叫做所谓Ru-mean-square 这边有写Ru-mean-square的这个voltage 也就是说 你先把你的电压平方 然后计算平均值 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一样是t分之一 有积分0到t这样的计算 只是把你刚刚计算的时候 你的电压要做平方 所以你的V0s 如果是sin Omega-t加phi 要把它变成平方 然后 这个积分0到t 再除以t以后的计算 算完以后 你要开根号 开根号就是 就是Ru-mean-square 这个root的意思 好 那这个计算的结果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 你看这个V0平方 就是常数 你就拿外面去 那sin平方 如果是sin Omega-t 我们一般就变成 这个两倍角的概念 2分之一 减cos 所以这边是2分之1 减掉cos 两倍角 所以是2Omega-t 然后再加上2φ 好 然后再来 dT OK 那通常呢 如果一倍的时候 这边再看一次 好 我们用绿色画 如果这边已经是一倍的时候 就一倍 然后你一个完整周期的积分 都等于0了 那更何况是两倍 两倍你一个完整周期 那就是绕 再绕回来 就两圈 所以答案也一定等于0 所以最后你的真正的积分 只要算什么 算这个部分就好 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那它答案一定是2分之t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v0平方 这边没有写一个v0的平方 所以它就是t分之1 然后v0平方2分之t 那答案就是根号2分之v0 那这就是所谓的交流电的 这个平均电压大小 这一般我们讲的这个电压 比如说你讲110V 实际上它真正的最大正幅是多少 是要乘上根号2倍 所以大概是150V 160V 那这个同学常常会弄错 比如说我在买那个电子零件的时候 那这个出来的交流的电压 它写说假设30V 那我就买这个相对30V的 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电 结果一装上去就坏掉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它的正幅是这个30V 还要乘上什么 乘上根号2 1.414倍 所以它不是30V 这部分是交流电的时候 大家常要注意就是它的 一般讲的它的电压大小 是这个所谓 Ruming Square 平均值的概念 那它真正的最大正幅 它在乘上根号2倍 所以是比较大的 很好2倍 好 所以前面我们交代了这个交流电压源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电压源把它挂在什么 挂在我们等一下要探讨的这些被动元件 主要就是电阻电杆跟电容 然后你可以把它们串联 并联 然后外加一个交流电压源 那你这时候它里面的电流大概怎么流 或者是它每个元件上面的电压 你都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好 首先呢你要讲 你要把这个电压源 然后挂在各自的这个元件上 比如挂在电阻上 那你要去探索说 那流过去的这个电流大小是多少 那有电压跟电流可以算出电阻 当然这边是交流主抗 交流的电阻 我们叫做这个Impedance 实际上是这个在交流电的时候 它的主抗的大小 那通过电容跟电杆 也一样可以算出它的交流主抗 它不是直流的 如果是这个电阻的话 它其实它的交流主抗 跟直流的电阻答案是一样 但是电容跟电杆就不一样 好那第二点就是说 你还要去计算说 你的这个交流电压源 跨在你的元件上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的电流 可能会跟你的电压源之间的 什么有一个相位差 就刚刚的Omega T 可能不再是Omega T 变成Omega T加一个角度了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交流电压源 放在电阻的两端 那这时候它的交流主抗怎么样 然后它的有没有相位差 之类的问题 好那假设它的电压源就是 我们说一个正幅是V0 然后它是Sine Omega T加上Phi 跨过这个电阻的两端 那这时候这个电流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发现到说 它其实是在计算 这个电阻电压电流的时候 它就是满足这个公司而已 就是电流等于电压处于电阻 所以它当然是同相位 那最后算出来就是 会是V0去Sine Omega T加5 所以跟你的电压源 Omega T加5 这边也是Omega T加5 它完全没有相位的变化 那它的这个交流主抗 跟直流电阻答案是一样 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这个Case 所以你在计算它的交流主抗 跟这个最大的电压的政府 跟最大的电流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是V0等于I0XR 就跟你计算直流其实是一模一样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相位差 那你会说都那么简单吗 答案不是啊 就是后面你会看到说电杆跟电容 它其实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 因为譬如说电容的话 如果是直流就是段路 那只有交流电的时候 它才会是 就是电才可以通的概念 那在交流的时候它就不是这样 它的电阻是跟Omega有关 所以那你真的可以算出一个交流主抗大小 它就不是电阻等于无穷大 它的交流主抗大小 其实是有限值 如果你是一个交流电的话 但是直流电一放上去 当然它就是电阻是无穷大 所以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这个电容跟电感 那它的相位跟这个 它的这个交流主抗的大小的计算 好 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原件是电感 那一样我们就把交流电压源 放在电感的两端 那从前面我们就知道说 电感它会这样 它是一个被动原件 它会损失电压 那损失电压就是由这个外在的电压源去提供 所以基本上外在电压源 比如说假设是一个什么V0cosωt之类 就会这样 就会等于它损失电压就是 我们前面讲话就是LDIDT 那这样的关系式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电流 电压源已知就找到电流 那你就可以计算一个所谓的交流主抗的大小 然后另外你可以计算出 它实际上流过去的电流 跟你的外加电压源之间的相位差是多少 所以我们先 给这个电感两端 V03 我们给T加5 然后接下来就利用这个什么 这个电压源 它会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 LDIDT 所以这个电压源 就跟LDIDT是怎样 是 因为你外加电压就是提供给你所需要的电压 所需要的电压就是LDIDT 你经过这个电感需要的电压 它是一个被动眼镜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 因为科系的电率嘛 本来是一个负的 就是会损失掉 那损失掉是由谁提供 就是你的V0sωt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利用这个 已知的V0sωt 然后 去计算出 I是多少 你看 我们现在可以把 这个 DIDT 等于L分之V 所以我们把它写过去 DIDT 等于什么 等于 L分之V 然后我们也已经知道 它的V是L分之V0 然后 然后sine ωt 再加上φ OK 好 那接下来我就做 积分的方式 可以计算出电流 经过这个电感 电流就可以找到 所以呢 电流就等于什么 等于积分 积分L分之V0sωt 加φ DT 那这个积分出来很简单嘛 我们知道说 cos微分等于-sine 所以答案是 -cosωt加φ 另外会讲 会 因为微分的时候 会调出这个ω 所以积分回去要怎样 要除以ω 所以这个结果非常简单 好 那再下来就是说 我们的电压元 是sine ωt加φ 那这时候呢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cosωt加φ 那你如果去看我们的 另外一些课程讲 比如说先进代数 里面就讲 大家说 这sine函数 cos函数 两个是 互相垂直的向量的概念 所以 你必须要 把 把所有的 这个 cos函数 把它换回去 sine函数 然后才能够做 他们之间的这个 相位差的这个比较 所以 下一步你要把 什么 把这cosωt加φ 换一下 那换一下的话 我们先把cos换成sine 就是一个如果是sine 另外一个就是2分之π-sine 所以把它变成sine2分之π 减掉ωt减掉φ 然后再来再讲 再换一个负号 然后这里面的 换负号跟外面的负号 就可以两个消掉 所以变成ωt加φ-2分之π 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它换回相同都是sine函数 那这时候我才可以讲 才可以做 比对它的 它的相位差 那你就发现到说很明显 它不再是ωt加φ 它为什么 它会有一个慢半π 2分之π 所以你发现到说 这个电流 会比电压慢半π 那这就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计算的一个口号 你要记得说 这个电感的两端的电压 跟流金电感里面的电流 那电流会比电压慢半π 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抗 交流主抗 因为你这边会得到电流 电流跟 这边电流就是V0除以ωL 然后跟电压 电压它的正伏就是V0 我们一开始的电压正伏就是V0在这里 OK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 电阻的计算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 不过这边是交流主抗 其实跟电阻很像 就是用V0再除以什么 除以这个I0 所以这个就是I0 所以这是I0的意思 OK 好 那除起来的话就是所谓的 交流 交流主抗 所以 你就会就得到这个V03I0 答案等于 OmegaL 所以你就马上要 后面的计算上你要记得 就是 电感的什么的交流主抗 就是交流电下的电阻 那实际上是Omega乘上L 那后面我们就利用 这个电流比电压慢半拍 还有什么 还有它交流主抗是OmegaL 然后你也可以做 RLC电路的一些计算 好 那在下一个课题就是 把交流电压源放在电容的两端 一样去计算它的电流 这大小是多少 好 那一样它就是一个被动元件 所以它所损失的电压 就是由你给的电压提供 所以 跨过电容两端 它会损失的电压 其实就是 就是 Q除以 就是 V等于Q除以C 应该这样写 就是实际上是V等于Q除以C OK 好 那V等于Q除以C的话 我如果要计算I的话 计算I的话 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 我要算电流的话 就会等于DQDT 所以 如果你已经知道 在它两端的电压源是V0上 我们给它提加5 就变成用微分的方式去计算出它的电流 所以 你会得到它 其实就是在对C乘上V变C乘上 这个DVDT 所以就是对电压做微分 好 那答案就是C 然后把电压对时间为分 Sine 就变成cos 然后调出一个Omega 所以Omega CV0 乘上cosωt加5 那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定压源是Sine 那Sine和Sine 两个是互相 垂直的一个向量概念 所以你要把Omega t cosωt加5 把它转换回去 回去原本的Sine函数 那转换过程中 我们第一步就是一样 是用 这个90度角-C的计算方式 然后呢 你再把 再把 它用Sine 180度角-C 跟Sine 两个是一样 所以再把它变成这个 π 减掉这个 那最后就得到它是Omega t加5 加2分之π 所以你看 它回到了Sine函数 那第二件是什么 你看到它的电流 多了2分之π 电流比电压快半π 那再下一个就是说 你这里头得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 I0 就是最大的振幅了 然后你一样可以算所谓的 交流主抗 impedence 那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V0 再除以这个I0 所以就除以OmegaCV0 所以除起来的话 你就发现到它的主抗大角是 Omega1分之1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Omega1分之1答应该是对 为什么 因为当你Omega为0的时候 你的电阻会无穷大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 就是电容 如果你这个是直流电的话 就频率为0的时候 它主抗式无穷大 就等于是段路一样 那前面的电感 我们说它的交流主抗是Omega乘L 那如果你的 你把这样的交流电 换成直流电 Omega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电感就等于是一个短路而已 就是电流直接流过去 没有这个其他的效应 所以 实际上 你就用这种思考模式去想 那你就知道说 哦 这个电感它的交流主抗是OmegaL 那电容的交流主抗是OmegaC分之1 是OmegaC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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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megaC分之1